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印花税的应纳税额计算 首先这儿啊 咱们都是这个比例税率的情势 那就是从价季征楼 找到计税依据 直接乘上适用税率 就是我们的税额了 这个很好算 那关键的就是要把计税依据给找准了 那咱们先来看看计税依据的一般规定 一会再来说说特殊情况 好 首先那个应税合同 它的计税依据 这儿有一些个具体的规则 咱们先看整体吧 整体来说应税合同 咱们应该是用合同所列的金额 来做计税依据 但是不包括列明的增值式税款 注意啊 我们强调过印花税是行为税 那通常就是你有这个行为了 你就应该就你相应凭证上的 全部的金额来计税 好 这是咱们通常的说法 但是这儿呢 它特别有说了 不包括列明的增值式税款 比如说咱买卖合同 签了这个合同要买一批服装 这个服装的价款 专门说了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是100万 然后增值税呢 是13万 那这种情况下 你说咱们买卖合同所列的金额 是哪个呀 咱们拿哪个来做计税依据呀 那就拿不含增值税的价款 100万来做计税依据好了 但是注意 如果你没有单独列明增值税 没有单独列明增值税 你只是说 说咱们这个服装买卖 这个交易价款呢 就是113 那这个时候 113就是咱们 应花税的计税依据了 所以注意 签合同也是个 这个技术活 你一定要注意 要把这个增值税税款 给它列明 好吧 不含水价写出来 税多少钱写出来 这样咱就拿不含水价 来做计税依据了 好 这是基本情况 然后咱们再来具体分析 每一类合同 它的计税依据 首先就是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的计税依据 是借款金额 注意是本金 而不是利息 好吧 比如说你像银行 借了100万 那这100万来做计税依据 所以由于我们借款合同 这个借款金额通常比较大嘛 所以它的税率也是非常低的 是万分之零点五 好 另外 融资租赁合同 它的计税依据 是租金 这个租金来做计税依据的 另外就是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就是价款 咱说了含不含增值税 取决于你怎么签的 是吧 你这个如果单独了 列明了这个增值税 那么我们就用不含税的金额 来做计税依据了 好 另外就是 这个建设工程合同 它是拿价款 来作为计税依据的 咱签了一个 这个建设工程的一个合同 价款呢 是100万 那咱就按100万来计税 另外 承揽合同 它是拿报酬来计税的 比如说 一个服装厂 来给学校 进行一个校服的定做加工 是吧 那这时候 什么都是服装厂出 服装厂既出面料 还给加工 是吧 好 那这时候 这个服装加工完了 收了学校100万 好 那就按100万来计税好了 好 那如果说 学校出材料呢 学校出了80万的材料 好 然后最后 服装厂收了20万的报酬 那就拿20万来作为双方的计税依据 好吧 对方提供的材料的价值 这是不用算到我们的计税依据里的 所以只是报酬来做计税依据 接着就是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是拿价款 报酬或者使用费 来作为我们的计税依据 这要特别的说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技术开发的问题 你像技术开发的话 咱们有可能给人一些开发经费的 对不对 你比如夹 委托 以来开发一个技术 一共给以100万 这100万里呢 有80是开发的经费 然后另外的20是这个报酬 那注意只有这个20的报酬 咱需要计税 好吧 那如果是什么转让 那转让咱们就是 转让的价款是多少 直接来计税好了 这是技术合同 然后接着就是租赁合同 它的计税依据是租金 但是在这儿 你像这个什么融资租赁合同 还有什么租赁合同 它都说用租金来做计税依据 那这个租金 我到底是一个月的租金 还是什么一年的租金 还是我预收到手的租金 还是全部租期的所有租金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全部的整个租期里的租金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还是那句话 印花税是行为税 对吧 你签这个合同 那这个行为产生了 那你这个所有的这个金额都应该来拿税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说你签了这个三年的租赁合同 是吧 说咱们假公司把这个移动鞋子楼租给乙 那签了三年合同 那一年的房租是120万 三年一共是360万 当然这360万房租 可能咱不是一次性收的 咱有可能每个月来收 也有可能是一下收一年 或者说一下收三年的 不管你怎么收 总之你这个合同里边全部的租金金额是360 那咱们应该就这个360来积花税 好吧 双方都是这么来记的 所以它是全部的租金 这点要清楚 接着就是保管合同 还有仓储合同 他们就是拿保管费和仓储费来作为这个积税依据的 跟保管仓储的那个货物值多少钱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接着就是财产保险合同 那这块它是拿保险费来作计税依据的 不包括所保财产的金额 比如说我这个财产 这个财产它值1000万 但是我不需要花1000万去保这1000万 对吧 那我肯定那保费金额会低一些吗 它有一个保险费率 对吧 要考虑一些个这个损失的几率等等 有精算是精算的 那假设我的保费只要10万 那这时候注意 咱们是拿保费10万来作计税依据的 而不是按照保额也就是财产的金额来计税 而不是的 这点要搞清 接着就是运输合同 运输合同的这个计税依据是运输费用 就是运费 它不包括所运货物的金额 还有装卸费保险费这些 这些不是我们运输合同的计税依据 有时候题目就会告诉您 说我们这个贾合仪签了运输合同 这个货值100万 运费10万 然后装卸费保险费几万 注意咱只要这个运输费用作为运输合同的计税依据就行了 这点要关注 另外这还提到了境内货物的多市连运 咱说了多市连运是什么呀 用多种方式联合运输啊 是不是 比如这个水铁连运是吧 什么陆水连运等等啊 一段呢用船运一段用什么铁路运一段用什么汽车运 这叫多市连运 多市连运到底拿什么来做计税依据 在这要考虑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采用在企运地统一结算全程运费的 比如说咱们这假公司 跟这个AB两个公司签订了这种多市连运的合同啊 但是我们结算的时候呢 是在企运地统一结算全程运费 也就是说A公司是最开始运输的那家啊 前头这段可能先是这个水运 然后之后才是改成什么这个陆运啊 这时候呢 他在企运地统一结算全程运费 也就是相当于 假把这个运费一开始就要全部支付给A 然后那这种情况下 就以全程运费作为运输合同的积税依据 由企运地运费结算双方来缴纳银花税好了 那这时候相当于假把所有钱都付给A了 是吧 好 那他们俩就全程运费来缴纳银花税就行 那如果是采用分程结算运费呢 那就以分程的运费来作为继税依据 分别由办理运费结算的各方来缴纳银花税好了 比如说假 有10万给了A 然后另外的10万给了B 是吧 好 那么这时候它是分程结算的 A一段 B一段 那么A和B就对各自自己那一段来继税好了 然后假呢 相当于就是有两段 那这两段假当然都要继税 好 这个是咱们提到的一个多事连运的问题 然后接着再来看看这个应税的产权转移数据 刚才咱们提到的都是这个合同是吧 各种类型的合同应该拿什么来做继税依据 咱们要理解的基础上去给它记住 然后这个产权转移数据呢 通常就是拿这个数据上所列的金额来做继税依据好了 也是不包括列明的增值值税款的 比如说咱们卖房子啊 假把这个一个这个仓库卖给了倚 这个产权转移数据上写明了 物含增值税的价款是100万 然后又说了增值税是9万 那这种情况下呢 咱们的计税依据就是这个价 物含税价100万 另外这还特别强调了股权转让数据的问题 咱说股权转让数据是什么呀 就是转让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对吧 因为如果你转让的是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个属于证券交易 不属于咱们这股权转让数据 那这个股权转让数据 它的计税依据是按照数据所列的金额来确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转让这个股权 可能转让了100万 那就按100万来作为计税依据好了 这里面不包括列明的认缴后 尚未实际出资的权益部分 这句话不太容易理解是吧 什么叫认缴后尚未实际出资的权益部分呢 咱们举例子来说明一下 这一块其实略微有那么点争议 但是咱们举几个例子 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它吧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举例 说甲持有乙公司百分百的股权 甲有乙的百分百股权 那么他认缴出资是100万 使缴出资也是100万 注意啊 咱们现在注册资金呢 它是认缴制度 你认缴就说明我要将来 一共要出到这么多 是吧 但是你不一定现在就要出 你可以安排我过几年 比如再出 你安排一个这个出资计划就行了 但是这儿呢 他认缴了出资100万 实际都出了 我该出的都出了 100万都是我出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股权 全部转让给丙公司 也就是甲 把持有乙百分百的股权 都转让给了丙公司 那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全部股权的转让价是150万 好 那么这时候咱们拿什么来寄税呀 很简单 就是150万 对吧 因为咱们签的这个股权 转让的数据里边 成交价款 它不就是150万吗 这块是没有增值税的 注意 股权转让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所以没有增值税的事啊 那咱就拿150万来做寄税依据就行了 好 这是一块 然后接着再看第二个例子 说甲持有乙公司 百分百的股权 它认缴的出资是100万 就是我承诺我要交100万 但是呢 我现在还没交呢 是吧 我可能安排的是这个两年以后交 那么使缴出资是零 没交呢 然后我将该股权 全部转让给了丙公司 那么股权转让协议规定 全部股权的转让价为零 本次股权转让完毕后 甲不再承担对乙公司的任何出资义务 也就是我原来认缴的出资那100 我也不出了 好吧 由谁来出呢 由你饼来出 也就相当于饼你做了这个接盘侠 后续的出资啊 你掏就行了 对吧 反正我这个股权转让我也没收你钱 这不挺合理吗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咱们还要不要交这么硬化税啊 那这种情况下 你看全部股权的转让价是零嘛 就没有这个成交价是吧 那当然也不用去交税啊 即使依据就是零 不用交税就行了 这是第二种情况 然后接着 如果咱们再换一个情形 如果上面这个例子啊 咱们全部股权的转让价格定为10万 这个要不要交税啊 不是全部的这个钱我没出 我就一分钱不收你的 虽然我一分钱没出 但是呢 相当于我把这个出资的权益 我转让给你了 那你也得给我10万块才行 是吧 你花10万块买了这个后续出资的权益 那请问这个10万块 属不属于我们的股权转让 要不要交税 注意 他不用交税的 不用交税的 啊 计税依据是零 你看我们回来啊 这个政策是怎么说的 他说股权转让数据 计税依据按数据所列的金额确定 但是不包括列明的 认缴后尚未实际出资权益的部分 对吧 那个100万 你是说认缴了 但是你没有出资 那么你把这个权益给让读出去了 你收了10万块 那这块呢 它不属于咱们股权转让数据的 这个积水依据 好吧 当然在实际理解的时候 有的人会觉得 还有其他的想法啊 这个咱们不多说 大家简单的看一看好了啊 那接着我们再看 第四个例子 说假持有 以公司百分百的股权 说认缴出资100万 实缴出资80万 也就是说呀 我出了一部分 对吧 我认缴了100万 但是我实际出了80万 好 那现在我将该股权 全部转让给丙公司 好 那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实缴出资部分的 股权转让价是90万 虽然我实际出了80万 但是呢 我这个考虑到 我这个企业精灵的还不错 所以我不是80万 原价给卖出去 我是90万卖出去 另外本次股权转让完毕后 假不再承担 对以公司的任何出资义务 受让方履行 标的的股权中 认缴但尚未出资的义务 也就是后边 我认缴了但没出的那20万 你这个饼你去接着出去 那我不管 是吧 那个我不管 我只是说 我实际出资的这个80万 我卖了90万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的这个计税依据就是90万了 好吧 这相当于我们的股权 卖出去成交价就是90万 所以这些情形呢 大家看一看啊 能够理解我们政策的原话 能够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了 接着看完了产权转移数据的 计税依据之后 我们再接着看看 应税的营业账簿 营业账簿这的计税依据 是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合计金额 比如说我今年新成立了一个企业啊 我这个假公司 实收资本100万 资本公积10万 我一共是110万 那就拿这个110万来做计税依据 算这个宁宽税好了 那接着我明年在这个经营的基础上 我这个实收资本资本公积金额变化了 那请问我该怎么消税啊 比如说明年我的实收资本变成了150万 我又新注资了一些增资了 然后呢我的资本公积变成了30万 那这时候它的合计是180万了 那请问我这180万都需要去交税吗 不需要的 咱们啊 注意 以纳税的营业账簿 以后年度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 它变化了 那比纳税部分增加的 咱们按照增加的部分计税 也就是说我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之和 它增加了 那只有增加的那块需要交税 原来已经交过税的部分不用再重复交税了 也就是我第二年啊 这个情况变了 我只要对那个70那块再去交税就行了 这是营业账簿 然后接着就是证券交易 证券交易咱就拿成交金额来计税好了 由卖方来单边纳税就行 好 这就是我们计税依据的基本规定 然后说完这个基本规定啊 咱还得说说特殊情况是吧 因为特殊情况在现实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啊 好 首先说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 未列明金额的 你比如说咱们接了一个建筑工程的活儿 那这个建筑工程呢 它的周期很长 是吧 中间也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有可能我们定例的时候啊 当时就是没有一个列明金额 因为建筑施工这个东西 你隔几个月在开工 你各种材料啊 工时啊 或者说你这个项目到底怎么做呀 它有好多好多细节呢 是吧 所以现在暂时确定不了金额 那没关系 暂时确定不了 暂时就不用纳税 它的继税依据就按实际结算的金额来确定好了 等咱们那个金额真正确定了 再去继税好了 这是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到时候还确定不了呢 还确定不了 那咱们就按照输立合同和产权转移数据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好了 也就是说 咱们用的是输立时的市场价 因为印花税是行为税嘛 那你只要梳立了这些凭证 你其实当时就产生了那是义务 按梳立时的市价来确定 好吧 这是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 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 或者政府执照价的 按照有关规定来确定好了 有的东西 它可能有这种政府定价或执照价 那咱就按它 这个是第一种情况 那接着再来看看 如果证券交易 它没有转让价格呢 证券交易 我不是正常的这种买卖 是吧 而可能是什么赠予呀 那赠予就没有这个金额 那怎么办 怎么找这积税依据呀 那这样 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 该证券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计算确定积税依据 而是前一日的收盘价 那如果没有收盘价的 就按照证券的面值来计算确定积税依据好了 注意是面值啊 不是它的失职了 这是证券交易 然后接着又有特殊情况 说同一个应税合同 应税产权转移书记中 涉及到两方以上纳税人 且未列明纳税人各自涉及金额的 比如说咱股权转让书记 说假公司把持有乙公司的这个股权 卖给丙公司和丁公司 那注意 他这个股权是卖给两家 是吧卖给两家 卖给两家 说了总的成交价格是一千万 但是并没有说 那丙要出多少 丁要出多少 是吧 那这种情况你说他怎么计税啊 如果其实分开列明了金额呀 那咱们应该是分别来计税的 也就是假 你作为卖方 你肯定就一千万来计税 那如果丙呢 他这应该是这个六百万的金额 丁呢是四百万的金额 那就丙就六百万计税 丁就四百万计税好了 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 但是你没有列明 没有列明 这说了 说以纳税人平均分摊的 应税凭证所列金额 来确定计税依据 也就是说 丙和丁都按五百来计税 就是平均分摊了 好吧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接着再来看 说应税合同 应税产权转移数据 所列的金额和实际结算金额 不一致的 那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签的这个合同的时候 签这个数据的时候 当时可能写的是我们的 这个交易金额呢 是一百万 但是最后实际结算的时候呢 可能有多有少 有变化 是吧 那这个怎么办 咱分成两种情况来考虑 一种是 不做这个凭证 所列金额变更的 也就是那个合同啊 数据啊 我不变 还是按原来的来 那么这时候 他就以所列的金额 为积税依据好了 因为 印花税是行为税 所以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 签这个数据的时候 上面写的是一百 你只要不改它 那就还按一百来作为积税依据 就行了 但是如果说你变更了 这个应税凭证 所列金额的 那就要以变更后的 所列金额为积税依据 所以变不变 你看着办 好吧 变了 那就按变后的这个金额 来作积税依据 可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呀 说我前面我已经按一百交了税了 后来呢 我这个凭证确实变了 变成一百零三了 那变成一百零三 这个金额多了 多了 那这个三万我要不要再补税呀 当然多的部分要补税 要去对这个三来积税 然后接着如果少了呢 我变成九十八了 变成九十八了 你少的那个二 对应的税款 可以申请退还 或者抵较 可退可抵 你看非常人性化 对吧 其实印花税 以前咱们是 没有什么这个退呀抵呀 这些个规则的 但是新的印花税法里 是非常人性化的 可以退可以抵了 这是咱们说这个 实际结算金额 和当时所列的金额 不一致的情况 好 接着再来看 因为应税凭证所列的 增值税税款 计算错误 导致应税凭证的 计税依据减少 或者是增加的 你这个总的金额 含税金额有 然后你知道增值税是多少 你就可以把 不含税金额给他 算出来 是吧 但是如果增值税算错了 那计税依据 可能也会有变化 计税依据会多或者少 那怎么办 这呢 也是要看不同情况的 说纳税人 应当按规定调整应税凭证 所列的增值税税款 重新确定应税凭证的 计税依据 也就是知错能改就行吗 咱们按照改后的 这个金额来计税 好 那改后有可能金额 这个计税依据变大了 变大了 那咱们就交税 好吧 那如果变少了呢 变少了 那咱们税就可以申请退还 或者是抵较 还是一样 可退可抵 所以跟刚才差不多 好 然后接着 说应税凭证金额 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来进行一个 这个结算的 那么我们这儿呢 是要折成人民币的 那按什么汇率来折呢 是按照凭证 输利当日的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来折合 注意啊 还是行为税 输利当时就产生了纳税义务 所以折这个汇率的时候 咱们也是用输利当日的汇价 另外 未履行的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 怎么办 说我签了这个合同要卖房 是吧 或者我这个签了这个买卖合同 当时也已经交了税了 但是后来又没有履行 没有履行 你说这个税款能不能退回来呀 注意 以缴纳的印花税 不予退还和抵缴 原因还是那句话 印花税是行为税 你只要有了签合同 立数据的这个行为 那么你的纳税义务就产生了 至于说这个业务 最后它成没成 黄没黄 那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 好吧 所以这一旦你是交了税 那你没有履行 也是不能退还和抵缴的 另外就是 如果我是用这个贴印花税税票那种方式去完税的 那如果我贴多了 这个能不能再给我退税和抵缴呀 不行 因为你贴了印花税税票呀 你要在上边去化销注销的 化销注销了 就相当于那个油票盖了油戳 它就废了 当然不能再退税和抵缴咯 所以这这个情形咱们要分清楚 但如果你是正常的填什么 这个缴缓书来完税的那种方式 咱们符合规定条件 它是可能会有这个退还或抵缴的 所以要分情况考虑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印花税的计税依据的规定 那来看看题目吧 22年的一个多选题 说下列关于印花税表述正确的有什么 说买卖合同中是以购销金额作为计税依据的 没错 就是购销金额 我们买这个货多少钱 我们卖这个货多少钱 另外有同学可能会想 如果我们是这个换货的合同 应该怎么计税呀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印花税法里边 并没有特别去说它 但是你按照这个原理来考虑 其实它应该是购销金额合计 比如我们拿100万的货 去换一个80万的货 那相当于我们每一方都是有卖有买 是吧 那相当于我卖了100又买了80 那对于对方来说 就是卖了80又买了100 是吧 所以双方都是拿购销金额和计数 来作为计税依据的 这是换货的交易 稍微了解一句 因为以前政策是有 但是现在政策并没有 特别这个明确的给你写出来 但实际上操作还是一样的 好 然后接着就是运输合同 它是以这个保险费和运费 来作为计税依据的 对吗 当然不对 运输合同咱们只要运输费用 跟那个什么装卸保险 还有货物本身的价值 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财产保险合同 是以财产的总价值 来作为计税依据 不是 咱们是拿保费来作为计税依据 而不是保额 另外仓储合同 是收取的仓储费 作为硬化税计税依据的 没错 这个是对的 所以这说法正确的就是A和D这两个 再来看一个单选题 说假日化厂23年1月 与已运输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 合同标明装卸费2万 保险费1万 运输费10万 则假企业按照货物运输合同税目 计算将那印花税的计税依据是多少 货物运输合同 当然就是运费来作计税依据 就是10万 所以题目呢 可以以文字描述的形式来考核 也可以考你这种小计算 大家都要清楚 关键考的就是计税依据的确定问题 这样关于计税的规则 咱就说完了 那接下来再看看印花税的税收优惠 印花税的税收优惠 首先咱们先从大方向上说一下 他呢这个只要这个优惠政策 说的是对某类凭证来 优惠来减免的 那么疏离该凭证的纳税人 就是各方 他均可以享受到印花税的优惠 比如说咱举个例子 你像这个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 定立的电子订单 他说是免税的 那你说这个是哪方面呀 是只有这个个人免 还是说电子商务的经营者也免呀 你看他这说的是 这种电子订单属于免税的范围 那也就是说这个凭证是免税的 那涉及到的多方都是免税的 好吧 也就是买卖双方都免税 所以这个要注意 另外还有一些个优惠 他明确了特定的纳税人 享受这个优惠 那就只有这个纳税人一方能享受 另外的就享受不了了 咱们还是要看具体政策的 另外就是纳税人享受印花税的优惠 他实行的是自行判别 申报享受有关资料 留存备查这个办理方式 也就是很简单 你看到这个政策 你看到这个业务以后 你发现你是适用优惠的 那你就直接享受就行了 但是资料要留存备查 万一查到你 你要能够证明 然后接着来看看具体的优惠的类型 这里面内容特别特别多 咱们不再一条条去念了 我挑着比较重点的来说 其他的交给大家 可下次去看 首先说应税凭证的副本或者超本是免税的 你比如说咱们签合同 那签合同一事多份 那是不是每一份我都要交一个印花税啊 不需要啊 咱们通常只有合同的那个一份 咱们需要交税啊 剩下的那个副本超本就不需要再重复交了 另外还有这个外交的免税啊 比如说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 为了获得管设而树立的应税凭证 大使馆他要买这个地方是吧 他要作为这个使馆啊 那这个相应的凭证是免税的 还有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树立的应税凭证 这肯定是免的啊 另外还有设农的 你像农民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 还有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 还有村民委员会 他们购买农业生产资料 或者销售农产品 树立的买卖合同 还有什么农业保险合同 这些通通都是免税的 这是涉农的这个优惠 要关注一下子啊 并且它涉及到了不同的方向 我买这个农业生产资料 还有卖农产品 这个它都是免的 另外还有就是 无锡或者贴锡借款合同 还有国际金融组织 向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 树立的借款合同 你看到无锡贴锡什么优惠 你想这都有照顾是吧 那都是算帮忙的啊 都是有这种照顾的性质 那相应的这个用花税咱们也是给免掉的 另外就是财产所有权人 将财产赠予政府 学校 社会福利机构 还有慈善组织 树立的产权转移数据 也就是这种公益性的这种赠予 那它也是有这种优惠的 另外还有非盈利性的医疗卫生机构 他们采购药品或者是卫生材料 树立的买卖合同 比如说那个公立医院啊 他禁药呀或是买一些这个医用的耗材呀 这些都是免税的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定立的电子订单 这个也是免税的 我们在比如淘宝啊 京东啊去买些东西哈 这个电子订单啊 其实都是免税的 不用交硬化税的 然后接着还有很多啊 咱们挑着重点来说 比如说各类发行单位之间 以及发行单位和订阅单位和 个人之间啊 树立的这种征定凭证 他们是咱们也征收印花税的 比如杂志啊 是吧 什么这个 诅书啊 这个征定啊 他们也是有优惠的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企业改制过程中的 印花税的优惠 一说这个改制重组 大家能想象到很多很多的优惠 是吧 你像增值税里边提到了改制重组的优惠 比如说你这企业被别人合并了 那你的货呀 房子啊 地呀 是不是都给了对方了 那这个是不用交增值税的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土地增值税里边 改制重组是吧 涉及到的这种房地产的转让 它符合条件也是不征土地增值税的 还有就是契税是吧 契税里边也有很多是照顾的 那么在我们印花税里也有 印花税里说的是什么呢 涉及到了不同的方面 有什么营业账簿啊 还有什么一些合同的这个变化问题啊 咱们来简单的看看 首先说实行公私制改造的企业 在改制过程中成立的新企业 重新到了法人登记的 其新启用的资金账簿 记载的资金 或者因为企业建立资本纽带关系 而增加的资金 凡原已贴花部分可以不再贴花 未贴花的部分和以后新增加的资金 要按规定贴花 比如说我们这个假 原来它不是那个公司 后来它做了这个公私制的改制啊 变成了公司啊 那么它也重新办了法人登记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账簿啊 那个营业账簿 也就是记载资金的账簿 它记载的那个资金 也就是我们的实收资本和资本攻击 两者之和啊 那如果是原来已经贴花了 那它不用再贴花了啊 但是没贴花的部分 还有以后新增的部分 这是要正常贴花的啊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就是以合并或分立方式 这个成立的新企业 其新启用的资金账簿 记载的资金 跟刚才一样 也是原来已经贴花的部分 不要再贴了啊 没有贴花 还有新增的部分 要正常去贴花 比如说A、B两个公司 合并成了C公司 是吧 那新成立了C公司 那C公司的 这个记载资金的账簿里边 有原来A和B 已经都贴过花的部分 那这些都不用再重复贴了 还有第三个 说企业改制前签订 但尚未履行完毕的 各类应税合同 改制后需要变更执行主体的 对仅改变执行主体 其余条款未做变动 且改制前 你已经贴花的 就不再贴花了 比如说这个贾 他呢 之前啊 在改制以前 已经签了一些合同 比如说他跟你签了合同 跟你签了合同 那么这些合同呢 签了 但是没有履行完毕 那之后呢 贾做了改制 可能贾改名了 假设改的 改成叫饼了 是吧 变更了 那这时候我们跟乙的合同 也要变一下 变成乙和饼的合同 那这时候如果 仅仅改变的是执行主体 别的都没有变 那原来贴过花 现在就不用再贴了 再有就是 因为改制签订的产权转移数据 它也是免于贴花的 也就是改制 咱们会涉及到什么 这个股权呀 是吧 还有一些别的这个权属的变化 那这块它都是 产权转移数据免税的 这是改制重组的 这些个情况 然后接着就是 这个电的问题 电的问题 咱们之前讲 这个征税范围的时候 强调过 发电厂和电网之间 电网和电网之间 他们签订的购售电合同 应该是按照购销合同 也就是买卖合同来征税 而电网与用户之间 签订的共用电合同 这个不属于征税的范围 它属于圈外人 他们是不征税的 这个事要知道 再有就是像第12条 对个人出租 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 免征印花税 还有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 这个也是咱免征税的 涉及到这个个人的 这个住房足售 它是有这种免税优惠的 另外还有第14个 说在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 对承租人出租人 因为出售租赁资产 以及这个购回租赁资产 所签订的合同 不征收印花税 那什么叫融资性售后回租啊 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比如说假把他的设备 先卖给这个融资租赁公司 卖了1000万 然后呢 他再租回来使用 一年付150万租金 付10年给这个融资租赁公司 那么这种业务 咱们在很多税种里都涉及到过 大家稍微回顾一下 首先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里边 这个 他的融资租赁这一方 也就是收租金的这一方 他应该按什么税务来寄税呀 在增值税里头按什么税务寄税呀 增值税里咱们强调了 这个属于金融服务 贷款服务是吧 所以他应该是属于这个税务的 属于贷款 也就相当于 假把设备抵给了融资租赁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贷给他1000万 然后他分10年 连本贷息还回来1500万 是吧 也就是这个融资租赁公司 赚到了贷款的利息收入是500万 好 这是增值税里的规定 然后接着咱们在别的税里还有啊 比如说在弃税里头 弃税里头 如果咱们这儿融资性收入回租 标的是这个房地产 假设是房子是吧 是房子 那么这个时候 假把这个房子卖给融资租赁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要不要交弃税呀 注意他是要交弃税的 他要交弃税 要交 那接着回头这个融资租赁啊 期满了以后 假再把房子给买回来 那么假要不要交弃税呀 这个回购 他就不需要再交弃税了 要注意这点 然后接着我们还提到了这个印花税的问题 是吧 印花税这咱们说了 出售租赁资产 以及购回租赁资产 所签订的合同 都不征印花税 也就是我把它卖出去 还有这个买回来 这些都是不涉及到这个印花税的 都不征 另外我们假把这个设备 或者是什么这个房子 卖给融资租赁公司 要不要交增值税呀 卖的时候也不用交增值税的 不用交增值税 因为咱们说了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里边 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 他不用交增值税 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这些个不同税种里边的这个规定 大家要多去想一想好吧 只有多去想一想 多去复习 这样我们才能记得越来越清楚 接着还有第15个 对于高校学生签订的 高校学生公寓的租赁合同 免征印花税 一些特定房产的租售 确实是有免税的 然后接着还有第17个 说22年到24年 由省一级的人民政府 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以及公关调控需要来确定 对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小型微粒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 来减征这个资源税 承建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 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这就是咱们说的 对这个小微企业的 这个六税两费的 不会优惠 是吧 这个优惠 我们在别的税种里也说过 所以在这儿呢 就不再特别强调了啊 你注意一下 这儿印花税 也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的 但是这里头不含证券交易 印花税 证券交易印花税 就是正常 千分之一 由卖方来单编辑税的 他不能享受这个优惠 这样优惠政策 咱就简单的把这个关键词 说了一下 接着来看个题目 二二年的一个多选 说下列凭证中 免征印花税的 有什么 贴息借款合同 一看贴息的 这是照顾 它是免税的 另外融资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这属于咱的征税范围 应该交税的 另外农业保险合同 这是涉农的 它有免税 另外法律咨询合同 法律咨询合同 这个咨询合同 属于咱的征税范围吗 它根本就不是征税范围 因为咱们是正向列举制度 只有咱们列明的那些个凭证 它才属于征税范围 没列明的 不属于征税范围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交税 所以这免税的就是 A和C这两个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印块税的征收管理规定 首先就是申报地点 我们在哪申报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交易 首先如果是这个 证券交易的话 注意啊 证券交易是由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做扣奖义务人 来扣奖税款的 他扣完税款 就在他的机构所在地 来申报结交税款 还有银行利息好了 这是证券交易 都是扣奖的 那别的情况呢 那得看看是境内纳税人 还是境外纳税人 如果是境内纳税人要纳税 他是单位的话 就在机构所在地纳税好了 如果是个人的话 就在应税凭证的疏离地 或者纳税人的居住地来纳税 你在哪签的这合同 或者你住哪 是吧都行 另外涉及到不动产的产权转移的 他是在不动产所在地来纳税 注意啊 他说的是不动产产权转移 也就是你卖房子 是吧 涉及到卖房子的 那得在不动产所在地纳税 如果涉及到租房子呢 租房子 这个不用一定在这个不动产所在地纳 如果是租房子 那你就看你是单位还是个人 好了 这点要分清楚 那接着再看看境外纳税人的 境外纳税人 要看他在境内有没有代理人 如果在境内有代理人 那代理人做扣脚义务人 来给他扣税好了 扣了这个税呢 直接在代理人的机构所在地 或居住地来申报结交就可以了 如果境外的纳税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 那他就应该自己申报纳税 自己申报纳税的时候 我在哪儿呢 这儿有好多地方可选 有资产交付地 还有什么境内服务提供方或接受方所在地 也就是买卖双方的这个所在地 在境内的就行 另外就是疏力应税凭证所在地 这都行 资产交付地 这个提供方或接受方所在地 还有疏力所在地 另外涉及到不动产产权转移的 还是在不动产所在地来纳税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申报地点 这个情形比较多样 大家一定要给他理清了 好吧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申报 首先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是纳税人疏力应税凭证的当日 和完成证券交易的当日 也就是行为税嘛 那你只要一梳立这个凭证 你签了合同立了数据是吧 那你就当天产生了纳税义务 或者你证券交易完成了 今天我卖了这个证券 卖了这个股票了 好 那么这个当日也产生了纳税义务 然后接着证券交易 印花税 咱说了 这个不是自己交的 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来进行扣角的 那扣角义务什么时候发生呢 它跟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样 这个就是证券交易完成的当日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特殊情形 说的是应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 未列明金额 在后续实际结算时确定金额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申报呢 比如我们之前举过例子 说我签了一个建筑工程的 一个承包的一个合同 是吧 这个合同一开始 它确定不了这个金额 它只能是干着活 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具体的金额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可能签合同的时间 假设是22年的9月 但是我真正那个结算的时候 可能是23年的3月了 是吧 那么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去申报呢 首先啊 纳税人应该在输立应税合同 产权转移数据的 首个纳税申报期 来申报应税合同 产权转移数据的输立情况 也就是说 我当时签了这个合同 当时虽然是没有这个列明金额 它按理说是不用交税的 没有继税依据嘛 但是我也需要去申报 那做什么申报呢 其实就是零申报 我先把这个情况先给申报上去 对吧 然后呢 等我实际结算的时候 我23年 三月份 那有了实际结算金额了 假设结算金额是1000万 那个时候 我再真正去申报 去交税好了 好吧 所以它是不同的情况 在实际结算期 下一个拿税申报期 你实际结算金额 再去计算申报 交纳 用还税好了 假设我们是按记忆来拿税的 那你就下个月嘛 是吧 你看9月份正好属于我们的第三季度嘛 那你就10月份做申报 然后23年3月这个呢 那你第一季度嘛 你就4月份去做申报就行了 然后接着 印花税按记 按年 或者按次来计征 也就是印花税的纳税期限 有记 年 次 这么几种 注意没有月啊 没有月 这点千万别搞混了 然后接着 我什么时候去把这个税给交上去啊 也就是缴裤期限 咱们这都是15日 也就是如果你按季按年计征的 应该是自季度或者年度中了之日期 15日内来申报缴纳税款 如果是按次计征的呢 就是纳税义务发生之日期 15日内申报缴纳税款 跟咱们大多数税款 它的交库期限是一样的 是15日 然后接着还有问题呢 就是我们证券交易的印花税怎么弄呢 证券交易印花税注意 都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来扣缴的 他这个扣缴了之后啊 按周来结缴 也就是说啊 他证券交易印花税 其实发生一次转让 他就需要对这个卖方来扣缴一次税款 扣缴完税款 他是按周来结交 也就是每周往上结交一次啊 然后他的扣缴义务人应该是 每周中了之日期 5日内申报结缴税款 以及银行结算的利息 因为这个钱会很多的啊 所以他那个利息也要一块啊 去给申报结缴上去 所以税款加利息 是每周中了5日内去 进行一个申报结缴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说具体到我们这个 印花税的应税行为这儿啊 那我到底是按什么样的频率来纳税呢 来这儿情况不一样 他说应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 这个印花税呢 可以按G或者按次来申报缴纳 但是这个营业账簿的印花税 他可以按年或者按次来申报缴纳 具体呢 有个省级的税务来结合 争管实际确定就行了 好 再有就是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他们的印税凭证 印花税可以按G 按年或者按次来申报 具体也是由这个省一级税务来确定 这个咱不多说啊 整体上咱们要有印象 然后接着咱们再来看看 印花税的缴纳方式 有两个 一个是采用年贴印花税税票的方式来完税 就是自行完税就行 还有就是由税务机关 依法开具其他完税凭证的方式来缴纳 也就是正常申报填缴款书来交税 这个方式也行 两个方式 那注意啊 粘贴印花税税票的方式 不是说光把这个印花税税票 粘到凭证上就完事了 不是的啊 你还应该在每枚税票的齐凤处 盖戳注销或者化销 比如说你画两条横线是吧 化销注销了 这个才算是真正完税了 光贴上不行啊 并且咱们这个已经化销注销了 还能不能在接下来重用 能不能给你退税或抵税啊 这绝对不行了 好吧 这点要注意啊 另外印花税税票是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来监制的 这个了解就行 好 这样我们就把印花税的征款问题说完了 来看一个多选题 说关于印花税征收管理规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有什么 A说印花税按月按年或者按次来几征 注意它没有按月它是按计按年按次是吧 然后证券交易印花税按月来结缴 不对是按周来结缴的 好 然后接着C说 英税的营业账簿印花税可以按年或者按次来申报缴纳 没问题 这儿没有按G那个说法啊 它是对的 另外 英税合同产权转移数据的印花税可以按G或者按次来申报缴纳 没错 所以这个题呢 C和D是对的 AB稍有问题啊 好 这样印花税的基本规则咱就说完了 你别看印花税好像重要程度不高 但实际上这个知识点还是挺深挺细挺多的是吧 所以咱们在学的时候啊 真的是要把这个大大小小的税种啊 这个基本规则都给它搞清楚才行 尤其是对里边稍微有点绕的那个政策啊 咱一定要真正的理解并且记住才行 好 来回顾一下印花税里边的重点内容 首先我们说了印花税的纳税人 可能是单边也可能是多边的 你比如单边的证券交易 这个出让方是纳税人是吧 也就是卖方是纳税人 买方不纳的 还有像这个营业账簿啊 是设置营业账簿的这方来纳税 跟别人也没有关系 另外我们这儿提到了 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啊 你像委托贷款 他的纳税人是售托人和借款人 跟那个委托人没有关系 因为委托人 他不是那个对我们的凭证承担 直接权利义务的那个人 他不用交税 而拍卖成交确认书那块呢 他是产权人和买售人来做纳税人 跟那个拍卖人 也就是拍卖行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这些人不是纳税人 咱也要搞清 接着我们又强调了 你在境内树立应税凭证 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 那肯定属于我们应换税的纳税人 那如果你在境外树立呢 但是在境内使用的 这照样也属于我们纳税人的范围 也得纳税 那怎么来判定是不是境内使用呢 咱要看不同的情况 有标准的 如果涉及到了不动产的 那咱们是看不动产是不是在境内 如果涉及到了咱们的股权转让的 看是不是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 如果涉及到了动产转让 或者是商标专利等等 这些转让 那咱们看的是销售方或购买方 是不是有一方在境内 也就是有一方在境内 它就是属于境内了 然后如果涉及到了这个标的为服务的 那也是提供方或接受方是不是有一方在境内 一方在境内就属于境内了 但是这也有排除项 就是这些动产呀 什么商标专利呀 完全在境外使用的 或者这些服务是完全在境外发生的 那他们是例外的 他们就属于这个境外的情况 就不属于境内使用了 就不用在中国纳税了 所以这的小细节你要特别关注 接着我们除了纳税人之外 还要知道扣脚义务人的存在 对于证券消息来说 咱们是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来做扣脚义务人扣脚的 再有就是境外单位和个人 它如果涉及到境外树立境内使用的情况 或者什么境内树立的情况 那么它也应该在中国纳税 纳税的时候 在境内有代理人 就是境内的代理人来做扣脚义务人 没有代理人的话 那就自行纳税好了 这是纳税人和扣脚义务人的规定 然后接着咱们又说了印花税的税募是吧 这税务里边有一些细节的规定 你比如像借款合同 咱仅限金融机构的借款 你像银行借款是吧 像是保险公司借款 那这个属于借款合同 但是民间借贷 也就是非金融机构之间借款 还有什么 这个金融的同业拆借 这些都不属于征税范围的 再有就是买卖合同 咱们仅限动产买卖 那个不动产买卖 它属于这个产权转移输 另外个人疏离的动产买卖合同 也不在我们征税范围之列 再有就是 它含着发电厂与电网 电网和电网之间的购售电合同 但是不含电网和用户之间的 共用电合同 把这共用电合同排除在外 这些排除项 大家一定要清楚 另外就是运输合同 咱说的是货物运输 还有多市联运 但是不包括什么管道运输 旅客运输这些 然后技术合同里边 可能有技术开发转让 咨询服务这些 但是它不含什么专利权 专有技术使用权 转让数据 再有就是财产保险合同 它是财产保险 它不含什么人寿保险 也不包括什么再保险的合同 另外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数据 它不含土地承包经营权 还有土地经营权的转移 再有股权转让数据 它不含应纳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情形 也就是说涉及到了咱们的这个 证券交易场所 是吧 里边你去转让股票呀 还有以股票为标的的那个 存托凭证 那他们属于按证券交易来 交印花税的 那个是属于另外一个税务 咱们这的股权转让数据 指的就是转让非上市公司的 那些个股权 非挂牌公司的那些个股权 这是税务里的一些细节 然后接着我们又特别明确了 这个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当然每一个项目 都有每个项目的特色 但是基本上就是什么价款呀 什么报酬啊 成交金额呀等等这些个数据啊 另外这还有一些个细节规定 比如说应税合同和产权转移数据 那么他的计税依据就是 合同数据所列的金额 但是不含列明的增值税 但如果说这里边没有列明金额的 我们要按实际结算金额来计税 另外注意没有列明金额 一开始就没有金额 那咱们需要做零申报啊 去申报一下这个事项 但是等实际结算金额有了之后 咱们按实际结算金额去计税好了 另外仍不能确定的 按树立时的市价 什么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来确定好了 再有就是股权转让 股权转让 咱们的这个计税依据是 合同所列的金额 但是不包括列明的认缴后 尚未实际出资的权益部分 这个咱们也举过例子 大家要能够理解 另外就是境内的连运 其运地统一结算的 就是全程运费 来作为咱们运费结算 这个双方的啊 这种计税依据好了 如果分程结算 那就拿分程运费 各自计税就行 再有就是营业账簿 营业账簿的计税依据 是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之和 当然实收资本也可能是股本 称位不太一样 另外就是我们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 已经纳过税的 那以后是要对这个增加部分 计税就行了 没有增加的就不用再重复的计税了 另外证券交易 它是拿成交金额做计税依据的 但如果说成交金额不能确定的 是按过户时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来计税 然后还没有 那就是证券的面值来做了计税依据的 这是计税依据里的种种情形 接着我们又提到了 这个印花税的税收优惠 里边要注意一些关键词 比如什么无锡贴锡什么优惠的这个接款啊 这些合同他们是免税的 还有个人和电子商务经营者签的这个电子订单 还有什么改制重组的 涉及到的这个资金账簿啊 还有一些合同改名的啊 这个优惠 另外还有融资性售后回租啊 你卖这资产 还有回购的那个免税 还有特定房产的一些租数 还有涉农的一些个相关的优惠 这个都要去看一看 可以考到选择题的 接着我们又提了印花税的征管规定 比如纳税期限这儿 咱说证券交易印花税啊 它是按周来结缴的 每周中聊五日内去申报 然后其他的呢 咱们是按季按年按次即征 然后15日内申报是吧 这个申报的角度期限要关注 另外就是纳税地点 咱们要看是我纳税人自己申报 还是说有别人什么扣角之类的 不一样啊 那如果是我们境内的单位个人 那就自行申报好了 单位的话在机构所在地纳税 个人的话呢 凭证疏利地或者居住地 另外涉及到不动产的产权转移的 在不动产所在地纳税 另外如果是境外的单位个人 做纳税人的话 那么他有境内代理人 那就境内代理人来扣角税款好了 在这个代理人的机构所在地 或者居住地来申报结缴这个税款 如果是没有境内的代理人 那就要自行申报 自行申报的时候 这个纳税地点有很多个可选 比如资产交付地 境内服务提供方或接受方所在地 还有就是境内的应税凭证 这个疏利人所在地 或者是居住地 另外就是不动产的产权转移 咱们是在不动产所在地来纳税的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纳税地点的一些细节规定 这样关于硬花税的基本规则 我们就介绍完了 这一部分呢 琐碎的点比较多 而且呢 相对来说 对大家也都比较陌生 咱们要特别的关注